大家好,我是Paul,周一到周,英文一起讀 这篇百字故事比较悲伤一点点 它的title叫做inheritance,也就是遗产 其实讲的题目并不是遗产 只是在说有些东西就是run in the family 所以直接就破题了 我们的标题叫做run in the family 不是在家里跑 所以有些东西是会一些特征 会不知不觉就在家里面很多人都有 那我好像很久以前也分享过 我的外甥女,最大的外甥女 就是我们家里面下一代第一个的下一代 就是我姐姐的第一个小孩 那在那个时候其他人都还没有生出孩子来 她是我们第一个宝贝 那她现在已经要上大学了 可是她妈妈就发现她有一个很糟糕的习惯 这个习惯跟我一样 就是我们会从厨房里面拿东西到房间去吃 吃一吃就把那个碗放在你的桌上 那你就不会把它拿去餐厅里面厨房里面去洗 结果等到下一次从厨房经过又拿一个东西来吃 然后吃完以后还是一样把碗放在碗盘放在桌上 所以总之在桌子前面就慢慢堆起了一个碗的塔 这样子碗盘的塔 然后她妈妈就会骂她说 你就跟Paul舅舅一样 你都不会把这些拿去厨房里面洗 在那边是怎样收集碗盘你 然后她就跟她妈妈说 See it runs in the family 所以你看这个坏习惯在我们整个家族 不要讲整个家族啦 至少我跟她都有这样子 好所以这篇在讲的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 可是它真的不是一个令人太愉快的故事 我必须要先说 但无论如何我们就来讲一下下 来先读一次吧 也不用说觉得怕破梗了 因为反正看懂就看懂 看不懂也没关系 我们要讲解它 所以她一开始说 I think of my father taking me to see Batman opening night Teaching me poker at the cabin Demonstrating the sleek footwork for the moonwalk I think of his hitching laughter drifting up through the vents Intruding on my sleep His fractured conversations The hushed sobbing I think of the shine on the hospital floors His rough beard worn like a muzzle The smell of Lysol and shit His glassy eyes wet like fish balls I think of how people say we look alike That depression runs in the family How tomorrow I'll be older than he was When he jumped 据点结束 好真的不是一个非常 哼 觉得很沉重的一个故事 说实在的 but again来我们讲一下 重头讲一次 所以标题是inheritance 遗产再一次 I think of my father Take me to see Batman opening night 所以这等于一开始 就他一路走下去都是 这个写作的人在怀念着他的父亲 So I think of my father 想起他爸爸 干嘛呢 带他去看蝙蝠下 Take me to see Batman 而且是就是这个 第一天开幕的时候 第一天上映的时候 不是开幕的时候 opening night 所以首映日就带他去看蝙蝠下 你可以想象是很挤 可是爸爸却愿意带他去看 Yeah 那 Teach me poker at the cabin 所以等于是接了上一句 这都文法是不对的 不过总之读起来是顺的 而且教他玩 扑克牌 poker 或者 我们如果现在理解 他们就是德州扑克之类的 在什么地方 cabin 所以他们是有个小木屋的 在国外很多人 就是他们在 一些乡下地方 有着一个小木屋 然后他们会在冬天的时候 或夏天的时候 去小木屋度假一下 那 在都市里又有一个房子 所以这都是 过得爽的人才会发生的啦 那总之他爸爸跟他 他们去cabin度假的时候 教他玩poker Demonstrating the slick footwork for the moonwalk 然后也 爸爸还教他什么 教他这一个 很slick 这slick有时候翻译很流畅 或之类的 所以 那moonwalk是什么 月球漫步 就是Michael Jackson那一个 你如果知道我在说什么的话 就是月球漫步 就仿佛往前走 可是事实上人在倒退 所以 这个脚 舞步是非常slick的 So demonstrating the slick footwork 所以这个footwork就是脚步这样子 OK 舞步这样 所以这就是他想到爸爸的时候 So I think of my father 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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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hink of his hitching left drifting up through the vents intruding on my sleep 这算是第二个 又是想起爸爸的重新重组一下这个句子 那想起他什么呢 想起他的hitching laughter 我这里就稍微想了一下下 hitch这个字我要不要解释一下 说真的还是很困难 hitch这个字 但我们试试看 hitch这个字有几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就叫做 move something into a different position with a jerk 所以你把一个东西 从一个东西到 从一个东西移动到另外一个位置 然后就是 jerk是什么 就是猛拉一下 所以他 我刚看字典里有个例句 就是一个女生把他的裙子撩起来 然后开始跑 他就说他hitch他的skirt 所以他的skirt本来是好好的摊着的 他把他一拉起来 拉起来之后开始奔跑 所以他就用了hitch他的hitch up他的skirt 这个就可以说得通 所以hitch就是给他拉一下扯一下的那种感觉 然后他还有挂跟勾的意思 以及还有最后一个 temporary difficulty or problem 所以hitch也可以是一个trouble的意思 所以hitch这个字意思好多 那我们来讲几个生活上的确可能用到的词好了 所以就是hitch的相关的变化 例如说 without a hitch 所以如果你做一件事情 然后做的过程 without a hitch的话 就是它顺利完成 我们举个例句 说we finished the project without a hitch 那就这么简单 OK 所以没有任何的hitch 就把project完成了 所以就把它翻译成顺利完成 大概讲还有另外一个就是hitchhike 也是很常见到的生活中会用到的字 甚至microsoft我这个版本那么久 但他还是知道可以当成是一个片语的hitchhike 一个字就好了 那什么是hitchhike 就是在路边打遍车 就你知道在国外的电影集看得到他们站在路边 拇指伸起来 对着这个路上逼着 然后如果路过的这些驾驶看到可能就停下来问说 你要去哪里来上车 下两个五公里外的路口你才会转换车 然后就站你到五公里路口帮你放下来了 所以类似这样 因为你不见得跟他会是同样一个destination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你从美国的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 你如果hitchhike的话 你可能还要换很多班 因为不是每个人跟你的终点是一样的这样子 那甚至据我理解 有些州hitchhike还是违法的 所以你不见得是能够做这件事情的 好anyway 所以hitch这个字解释了一下下 那在这边大概的意思 我觉得就是他爸爸的笑声 还蛮能够吸引人注意的 hitching laughter 我们刚刚讲他有挂跟勾之类的意思 所以爸爸勾人的笑声 这个真的你没有在西方的建筑物里面住过 你可能不太理解这个概念 因为我以前在就刚去多很多的时候 也有观察到屋子里有这个状况 什么状况呢 就是绝大部分屋子都是中央空调的 所以中央空调的概念就是 它会有那个Air Dock 中文怎么讲 总之就是风管这样子 所以它有通风管 会run整个屋子 所以你中央中间有一个 所以在你的屋子的中央空调 有一个机器在那边制造热空气 然后它就会把这个热空气 打到这个房间所有的房 打到这个屋子所有的房间里这样 所以通过什么呢通过这些Air Dock 那这个风管呢就会除了能够传这些热空气冷空气之外 它声音也会传过去 所以今天假设有两个客人 在你的楼下的客厅大声聊天的话 你在楼上不见得是直接的听到他们的聊天 就是从例如说从楼梯的那边传过来 不见得它可能是由通风管来传递到 就是他们的那个聊天的声音这样子 所以我真的有听到过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它这个写法我就能够可以relate 能够有共鸣 再读一次 I think of his hitching laughter drifting up through the vents 就是这样 那这个drift就是飘 所以它听到爸爸的笑声 从这个通风管就是VENT通风口这样子 通风口传来爸爸的笑声这样子 吵着他不能睡觉 intruding on my sleep 所以爸爸的这个笑声吵着他的睡眠 OK的 下一句 his fractured conversations 所以again 你在这个通风管听到的这些谈话聊天 或者是笑声 或者是之类的这些声音 是不能够听清楚的 因为毕竟那个风管那么宽 以及那么长 他那个声音弹来弹去 你听到的就是 你无法辨别他们在讲什么 你只知道他们在讲话 这样子 OK 好 所以他就听到他爸爸的破碎的这些对话 所以fractured这个字就有睡掉 像例如说鼓裂了或之类的 都用fractured这个字 so his fractured conversations 可以 然后再来下一个 the hushed sobbing 所以走到这里怎么 刚不是爸爸的笑吗 hitching laughter 可是走到这里却变成是爸爸在哭了 因为sob这个字 我们大概两个礼拜前介绍过 就是哭的其中一种说法 就是抽气的意思 这样子sob 那hush是什么 就是 OK 所以他爸爸强忍着 不让哭声被听到 然后下一句马上又接到了医院的地板 所以你就知道可能爸爸的健康主问题 所以这都是我们推敲来的 so the hushed sobbing I think of the shine on the hospital floors 所以他下一个想到的是 想到的是医院的地板的那个亮 医院都打蜡的很干净 对不对 所以他的地板都会亮 所以I think of the shine on the hospital floors OK 然后又想到他的rough beard worn like a muzzle 所以爸爸的那个beard beard就是下面的胡子 上面的叫做moustache 下面叫beard 那长得很粗糙 像是个muzzle一样 muzzle是什么 我们一般说任何的那种喷嘴之类的 叫muzzle 狗带的那一种 不会吵的那一种 那个口 不叫口罩吧 但总之也是muzzle 所以 让你的狗不要去乱咬人 你要给你的狗带上muzzle这样子 所以他的爸爸的这个beard在脸上仿佛像是一个罩子一样罩着muzzle这样子 那你就可以想象或许是因为在医院住很久之类的 the smell of lyso and shit 所以还想到了什么东西呢 想到了lyso的味道以及屎的味道 所以总之爸爸在医院里面过得也不太好 这lyso就是那种清洁剂 那种去物 不是去物消毒水之类的这种叫lyso 他反正就是像我们台湾那些品牌 我们都说得出来 那lyso也是那个大品牌就是了 他的his glassy eyes 所以继续下个想到的是 爸爸有这个glassy像是仿佛像是玻璃般的眼睛 his glassy eyes 湿好像是fishbow一样 fishbow就是鱼缸 刚刚讲鱼缸好了 fishbow因为bow毕竟是个碗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养鱼是养在一个碗里 那他的眼睛呢 潮湿着像个鱼的那种碗一样 那为什么会潮湿 可能爸爸就是不开心嘛 他有在医院 然后胡子长得满脸 然后眼睛湿润着这样子 right 所以你可以知道爸爸状况并不好 然后下一句说了 I think of how people say we look alike 所以他又想到的是 人们去说 说他跟他爸爸长得很像 以及下一句说 that depression runs in a family 所以不只长得像 下一个说的就是 所以忧郁症在他们家就都是有的 就像我刚刚说的 挽留在桌上 在我们家 我跟我的外甥女士一样 所以这个作者 他们的共通点就是跟爸爸一样 有depression 那所以我们就知道 他爸爸其实不是什么真正的病 他的爸爸可能就是depression 进了医院这样子 然后待很久之类的 然后反正眼睛湿湿的什么干嘛的 这样子 那最后一句 How tomorrow I'll be older than he was when he jumped 所以明天我就会比他那个时候还要老了 所以也就是说他 明天大概是他爸爸的忌日 OK 那爸爸的忌日 他总之有个岁数的嘛 对不对 所以明天我就会比他那个时候还要老了 忌日的时候还要老了 但我们这里也看得出 他爸爸为什么忌日发生在明天 就是他爸爸的死因是什么 因为爸爸jumped 所以看起来他结束生命的方式是借由跳这样子 OK 那假设是在I don't know 80岁又三天 所以到明天他就比他爸爸的80岁又三天还要老了这样 好了我大概解释太多了 你懂了 OK 所以好这故事讲完了 我们再读一次好了好不好 I think of my father taking me to see Batman opening night teaching me poker at the cabin demonstrating the slick footwork for the moonwalk I think of his hitching laughter drifting up through the vents intruding on my sleep his fractured conversations the hushed sobbing I think of the shine on hospital floors his rough beard worn like a muzzle the smell of Lysol and shit his glassy eyes wet like fish balls I think of how people say we look alike that depression runs in a family how tomorrow I'll be older than he was when he jumped but yeah ok 所以反正看到这种心里面都还蛮有点感触的 因为我的父亲大概也拆不过两个多月前走的这样子 那我离他走的时间的年岁还很远 他真的就是80多岁这样子 那我现在还40多 所以如果今天要跟他走的时间一样的话 我还有20多年可以活30多年也可以活right 但总之也是会想到其实人世间的时间每个人都不长 我真的觉得我眼睛一闭起来就可以回想到我20-30岁的时候 那现在已经45了 so 所以真的眼睛在这样子一闸可能就已经60多了这样 所以我们真的都要we should all try to make the best of our lives 就应该努力的过人生 所以这篇的标题叫做inheritance 所以他在说的就是 所以这遗产到底是什么遗产呢 就是忧郁症这件事情 他是遗传至他爸爸的这样 所以好了 今天这篇做起来还真的是有点点 gloomy了一点点 但总之是文学的欣赏 希望你也是喜欢的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